- 馬英九可不可以去中國祭祖,依法可以,2021年5月19日之後他就可以去了,他已經不是國家元首,不是我們中央民國的總統,也解除管制了,但是這個訊息我們要先從源頭看,馬英九要到中國去祭祖的名義,這整趟行程,訊息什麼時候出來的? 從香港媒體3月19日先曝光,香港媒體先知道我們的總統府白在後面,而後來才發現總統府是隔天才收到相關申請,這也沒有違法,我現在講這都沒有違法,馬英九說他這輩子沒去過中國,他非常想去,這我們都尊重你個人的認同,你現在也不是國家元首,也不是中央民國總統,可是我們擔心的事情是什麼?是你這整趟行程,因為你中華民國前總統的身分,當一切的互動,一切的大陸, 都讓中華民國的國格被點低,這就是我們在乎的事情,我首先先講喔,馬英九他個人,他去祭祖為什麼沒問題? 因為馬英九是兩歲,從香港來台灣,那他這一次是去湖南的湘潭去祭祖,如果我查馬英九的祖籍是在江西,所以不管去江西,去湖南,去香港,或在台灣,這我都尊重,你個人認同,可是我剛才講到的,這個各一連串的互動當中,台灣,中華民國有沒有被降低國格?最上位的夢奇,我們要回到最上位, 為什麼時間點不移?中國共產黨,把今年定位是什麼?一國兩制民主協商元年,一國兩制民主協商元年,所以今年,他們宋濤,國台辦,對外明確的講,來,我們歡迎什麼人來,跟我們交流? 認同一國兩制,反對台獨,聽起來沒問題對不對?問題可大了,認同九二共識,他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嘛,認同,然後反對台獨,他的台獨是什麼?包含中華民國都是台獨嘛,所以你只要沒有支持統一的,我們都歡迎你來中國,你支持統一都歡迎來中國,馬英九讓人家單線的地方是什麼?當國民黨的人講說,你謝長廷前院長,2012年,不是也到中國祭祖嗎?我講的,祭祖不是, 這是問題,問題是什麼?是馬英九從頭到尾,認為兩岸要統一,他的政治主張就兩岸要統一啊,中華民國的前總統認為兩岸統一之後,呼應北京把今年定調一國兩制民主協商元年,馬英九跑去,這是不是就是投誠? 而且第二個,我認為要直接討論的事情是,孟起,我們在進到什麼那個維安之前啊,時間點,根據現在所有的媒體的資訊,馬英九本來今年季組行程是排在七月以後,是什麼原因?你要把時辰拉到四月份? 只有一個原因嘛,就是你收到消息,媒體報導說,小英總統要在四月份出訪中美洲,要去美國嘛,這在國際上會產生什麼效果? 台灣曾經當過中華民國總統的人,現在認同中國的和平統一,認同一國兩制,認同九二共識,認同反對台獨,要去平衡什麼? 平衡小英總統在美國見到了政要,平衡小英總統在中南美洲見到了友邦 平衡小英總統在美國見到了